当德罗赞结束训练,他注意到猛龙的大人物出现了,球队的总经理鲍比维伯斯特,以及球队教练组的前三号人物,于冠走入总裁马赛尤杰里的办公室,然后有人召集德罗赞也过去, 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了,德罗赞回忆,我想,见鬼啊,我知道自己不可能被交易的,当时的感觉就像上学时被叫去校长办公室,本赛记很清楚地看到,在猛龙经历数年季后赛的挣扎后,他们的进攻端完成了大改造,但现在他们还有一个障碍要克服,德罗赞,作为加州康普顿市的骄傲,成长期间一直把科比当成偶像, 在这一天之前,胡人退役了科比的两件球衣,德罗赞肯定看了直播,尤杰里告诉德罗赞,他能成为多伦多的科比,一个终生效力一座城市的球员,也许又一天还能带给球队总冠军, 但如果要达到那个水平,激发出这只猛龙的全部潜力,德罗赞需要开始出手更多三分球,当时房间里的每个人,都知道德罗赞为了迎接那个时刻,付出了多少努力,德罗赞已经开发出了一些三分威胁, 场均出手,2.5次,但大概每10场比赛,他就有6场的三分出手不超过一次,猛龙还需要他投更多三分,教练说,勇敢出手吧,这样你能吸引对手注意力,给队友创造更多空间, 这样德罗赞的出球会更少,球队的运转球也更流畅,球队给德罗赞投更多三,分亮绿灯,因为他们知道德罗赞准备好了,当每个人都对你充满信心,而且你扛着一整支球队,会给你带来额外的信心, 德罗赞说,他们说我是科比那样的地位,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耀,在这次会议后的第二天晚,德罗赞面对黄蜂,三分球四投三中, 两天后,面对76人,他三分球九投六中,这种表现太惊人了,他的三分出手如此之果断,你需要定睛确认,才知道投篮的人确实是德罗赞,那个曾经的中距离之王, 看到他开始进三分,我简直想从椅子上跳起来,德罗赞长时间的训练师,克里斯卡尔说,他曾在夏天和德罗赞的特训时,看着德罗赞进了几千个三分, 德罗赞训练非常努力,我总是说,他不是碧昂斯,他并非偏生就有三分天赋,从那次会议后,德罗赞场均接近出手四次三分, 有很多之前从没做过的低位掩护和空切跑位后的出手三分,有快攻三分,还有对手防挡拆绕防的三分,甚至出现了定点三分, 猛龙今年打出了队势最强水平,德罗赞的三分是球队进化的最后一步,猛龙的战绩完全甩开了凯尔特人和骑士, 从任何数据指标来看,他们和西部那两支超级强队都很接近,而且水平超过了东部所有球队, 猛龙的攻防效率都排在联盟前五,是联盟独一份,本文由游戏兴趣文原创,欢迎关注,带你一起尝试,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